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是全台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学科高等学妇 多位国画或西画大师都在此任教 典藏艺术作品超过4000件 师大美术馆的成立 是以文界翘首以待的大事 开馆首当大展台湾美术院院士大展更有其特别的意义 台湾美术院它跟一般的美术团体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定位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 美术方面的学术研究机构 因为院士成员所聘的都是以在过大学任教的学者专家 还有著名的海内外的画家为主 台湾美术院在2010年成立 正因为是着重在学术性 对于聘任院士的资格也较为严谨 刚成立时仅有18位院士获聘 目前则有51位院士 江明贤院长表示 刚开始他们都是以老一辈的退休的教授为主 那后来想这个美术呢总是要有传承跟发展 所以陆续拼了中青代的还有年轻的 但都是教授 台师大累积百年来的文化专业创造了优质的学习资源 更形构台湾当代艺术发展的中流砥柱 文化部参事梁永费也是获聘的院士之一 具有教育背景的他则提到 我想从台湾的教育史跟教育体制来看的话 那斯万大学 台湾斯万大学是一个很重要的 推动台湾美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摇篮 那时候整个斯大的美术区 都是全国的最主要精英 第一名或成绩很好的 都是来读这个斯大美术区 也经过国民政府来的水墨或是书法 这属于东方性质的这个创作性的部分 就在教学里面融合起来 他透过斯大跟斯专 落实在教学这个工作里面 也让这块土地的产生了一个新的艺术的融合 台师大不仅孕育台湾艺术教育与艺术人才 美术系名誉教授苏宪法认为 美术馆的成立是师生的共同盼望 目前在台面上的很多美术 在艺台上的领导者都是斯大美术系毕业的 所以既然斯大美术系成立这么久了 当然我们斯大已经成立百年了 那美术系几乎有七八十年的历史 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 有一个美术馆 这是全体师生他所期盼的一件事情 所以它的存在除了给一个美术 我们的师大的一个师生 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的功能之外 我们楼上还有一些所谓的一个教育推广的空间 可以让其他细手的学生 借用这个美术馆的空间 来做一些美学教育的一个陶冶 师大美术馆全馆七层楼未来兼具展览 文物修复 教学 研发等多项功能 将带动跨世代 跨领域 多元文化价值交流 筹备处主任白世民进一步说明 我们这是一个很新颖 就是带有各种不同的一种参观动线 还有就是身体感官的经验 的一个综合性的美术馆 那我们在每一个楼层 都有不同的展示空间 我们的定位因为是大学美术馆的关系 所以我们会以这个推动美术教育 作为我们非常优先的一个目标之一 但是因为是坐落在台北市的精华地段 大安区的中心点 所以我们也会尽力的跟我们台北的市民 还有就是我们的整个台湾的观众 甚至国外的一些参访的归宾 来做更多的活动 在前几年 也大概就是我在当系主任院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一些我们的前辈 我们的老师辈的认为说 一些重要的世界的这些大学 应该学校里面都会有美术馆 或者是博物馆 后来我们发动一个百人 捐百话建设新师大的一个活动 希望集聚台师大毕业的一些优秀的杰出校友 来把这个美术馆建设起来 李正明说后来学校并没有把校友捐的画拿去拍卖 而是那位校方典藏 并另外筹措经费来建设美术馆 历经多年筹备如今总算正式开馆 未来将规划不同专属艺术服务 并扩大台师大文化影响力 打造具国际化与在的话的美术馆 比如说我们五楼六楼就有两层楼有三间教室 基本上一些跟艺术有关系的课程都会在这边进行 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就是将来老师跟同学的很多一种相关的一种课程或者是展演可以在美术馆这边来进行连结 第一个档期的这个展览由台湾美术院的院士大展2023启动 那这个展览呢在前几个月也在高雄市立美术馆有展过 不过两批是不同的作品 因为这一些主要由台师大毕业的这些校友 希望说回到自己的这个学校的美术馆呢 能够呈现一些跟高雄已经展出的这个作品不一样的 所以这次展览呢可以说是我们等于回到母校啦 可以回到母校举办的一个大展 那么台湾美术严格讲起来也等于 师大美术系所的一个也可以讲说是一个分身啦 分身 因为大部分都是校友 这个成员都是校友 当然啦 有些老师不是师大毕业的 但是在目前在师大任教的 专任跟兼任的这个接触的这些老师呢 我们也把他聘 进来当成我们的成员啊 所以这个艺术发展的现况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展览 他除了有我们的几乎的院士里面 可以说是老中青都有啦 五十岁到九十几岁 所以他横跨了这个五十年 他五十几岁了 他教学了现在二十几岁 二十岁十几岁等等 所以他是横跨整个时间的系列 所以在这样三四十年代 两个世代的画家里面 当然他的风格会有不同 所以不但是各种类的风格不同 艺术家本身的他的生长背景 跟他的创作的一种能量也会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美术院的这种 推动台湾美术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推进力是越来越强大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展览 就是说在我们美术馆是第一次合作 因为我们美术馆就是9月23号全面开放 也是以这个展览作为这样的一个起点 当然我们美术馆会有将来会有在春秋 各有一次大的主题规划的展览 不过我们也很高兴就是说 台湾美术院大部分的所谓院士老师们 都是我们世代美术系的校友 杰出校友或者是说 我们的很尊敬的师长 然后慢慢扩充就是非世代体系的 一些专家学者 来壮大我们的这样的一种阵容 那么这十几年来呢 成立的过程当中 我们除了在台湾 每两年在国库纪念馆 有合作 举办盛大的展览以外呢 我们也陆续在 其他地方像台南美术馆也办过 台东美术馆 甚至澎湖的公司美术馆 还有今年的高雄美术馆 世代美术馆 陆续我们也会在 公司专业的美术场所 陆续举办 由多位台师大资深艺术教授如 王秀雄 廖修平 附生 何怀硕 江明贤 黄光南等共同发起创立台湾美术院 院士囊括了台湾美术界的精英 艺术创作节出与学术研究 卓有成就且具影响力者 本次院士大展也体现开创下一个百年的宏伟企图 同时关切艺术发展的趋势与未来的交流方向 那我们也希望说亚洲地区的这些艺术的这个创作呢 在面向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 大家预期整个艺术的前驱舞台 可能会慢慢的从欧美转到亚洲地区 转到大东亚文化圈 也就是儒家文化圈里面 那台师大或许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一个成先起后的角色 我们的宗旨呢 就是说除了推动台湾的美术发展 也是要推动这个国际跟两岸的交流 就是我们所要所列的目标 台湾美术院是由台师大毕业校友的一谈 精英级校外专家学者共同组成 展出49名院士作品涵盖创作 设计及理论各种领域 院士的画风各异 创作面貌丰富且多元 呈现出台湾艺术发展脉络 与跨文化意涵的精彩成果 这一幅是薛宝霞的作品 我想薛宝霞在中生代 是一个非常女性的代表的艺术家 他的抽象的这种风格 已经深持人心 他用一种所谓的自动性技法 然后用一种所谓的自发性的色彩 还有笔触来营造整个画面 这个画面其实你可以看到 从线条跟色彩中间的交织的状况 可以看到很多的空间感出来 甚至于他色彩 他所呈现出来的那一种 寒色也好暖色也好 变成他的一个自己的非常特殊的一种 所谓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风格 这个系列它是主于比较复合的系列 它是主于比较抽象学艺的系列 也是我在宣址上从事多媒材的创作 这个部分我想很重要的 因为艺术家都是要大胆去挑战 不要因为书法受到限制 我底下是用水墨的色彩跟水墨 墨水去做处理 处理完快干不干之后 我再堆叠上去压克力 压克力这个线条的美学 都是书法的基础 所以在运比的快慢之间 或在过头之中就形成了什么 这个劲 所以艺术创作是在创造另外一种的意象 跟另外一种的心境 那这个叫什么 这叫风格 既然是写实的东西 它可以把这个所谓的衣服的 衣物的这种质感 质地可以画得栩栩如生 所以我想在这件所谓的这个花架的这个作品里面 我们看得到是一个女性 她的执着的 她对所谓的一种比较古典的古典美的一种追求 在这个古典美的追求里面 她可以掌握住这种色调 还有她的整个的氛围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件作品 大概是我前几年各展过的一件作品 希望说在师大教学的过程当中 就在学校附近的某一个角落的墙角 它在墙缝当中所生长出来的 这些节列植物 它的一种顽强的生命力 也可以去展现出 我们在未来面对困顿的环境的可能的发展当中 有它一个往前继续影响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七八年来我就是以四季的风格来呈现 我觉得四季就是我借由植物的那种生长的 这种生长的更迭来演绎我们的人生 所以我从比较具象的东西 慢慢慢慢画到半具象 甚至于比较几乎接近抽象的东西出来 所以以我这张秋盒来讲 其实我刚刚提到 我看荷花就是先看荷 借荷 画荷 然后到玩荷 玩荷花 它已经不是所谓的荷花本身而已 荷花它所呈现的那种文化的意涵里面 它可以有我用东方的一种精神 有气韵在 有意境在 有虚实相生在 甚至有默设在 这样的一个方式 呈现了我个人对这种所谓的荷花的一种观照 台湾美术院自2010年创立至今 展览足迹遍及多个国家 院士们持续不懈地从事美术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同时 更不忘拓展国际艺术交流及推动台湾美术发展 江明贤院长在受访时还提到一个远大的梦想 那我们也在海外像日本 日本还有韩国 还有马来西亚澳洲 过美术馆呢 我们都有陆续举办盛大的展览 还有研讨会之类的活动 我们有陆续 那未来我们也会往欧美方面 去举办盛大的这个交流的活动 就是我们所期望的 经费充足我们也不排除成立台湾美术院的美术馆 觉得这一点是我们所必须要规划的 未来慢慢一步一步要完成 以上是一文报报采访中心专题报导